啊 啊 哎 哎 干什么呀 好空直撞的路都不看的 对不起啊 哎哎哎哎 干什么 干嘛这样背一个人呢 这个人生病了 生病了 哎 这不是我们村长阿拉妈的生什么病了 你认识他 是啊 他那个脑猪水啊 特别严重啊 现在人命困点啊 在急了送来去医院啊 你是谁啊 我是医生来的啊 你是医生啊 送哪个医院啊 是啊 就是那个安康医院 安康医院啊 是啊 你脑猪血都看进去吧 对不起 杀死我了这个乐视 怎么玩意 哎呀 哎呀 这个小伯娘 真财那么好 老板搞定满意 发财了 我跟你说啊 三家几个去卖了我三半半 是个享受永远富贵的 哎呀 幸好我脑袋聪明 伪装了一下 嘿嘿 想不发财的男 嘿 拿电话给老板先 哎呀 喂 老板啊 到手了 是啊 我跟你说啊 做这做过 非常好 身材非常好啊 包你满意 是啊 我跟你说啊 不过做这做过 你要加了二十万啊 总共一百万啊 是啊 是啊 你放心 哎 好嘞 哪个马刀 我四号马刀啊 我哪里 我知道 哦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除了这个村 我就安全了啊 是啊 你放心 我已经外装过了 哎 就这样啊 马上装过去 哎 哎呀 發财了 哎 老婆 好了没有啊 哎呀 怎么说 怎么你外装了那么久啊 哎呀 怎么爸爸也放过你啊 东阳 干嘛老姐啊 你怎么还在家里啊 我刚刚回来 你来抽我老婆去街上啊 你老婆啊 你老婆到上医院去的啊 真的 上医院 他刚刚叫我回来 抽他上医院 我跟你说 我在小路那里撞到了 你老婆脑出血啊 那个医生背着他啊 已经往村头走了 脑出血 怎么可能 我那时候你不要乱说吗 乱什么说 我都两只眼睛亲眼看到的 你怎么当人家老公的啊你 赶紧去啊 安康医院 我刚刚问过了 安康医院 是啊 还不在 还不去一个人 我们这里哪里啊 安康医院 你不需要胡说啊 老婆 老婆 还真是啊 没有安康医院 老婆 哎呀 真的不在家 哎呀 就抱抱刚刚也在这里啊 我真的是亲眼看到了 一个医生背着 他说 脑中血啊 上安康医院去啊 我刚刚跟他打了电话不够五分钟 那没有安康医院 是不是遇到坏人啊 哎呀 我老婆就抱一下就来 有个棍子 坏了 肯定遇到坏人了 啊 那往哪里跑了 往村高走了呀 往村高啊 是啊 刚刚撞到我了 那打电话快跑啊 赶紧赶紧赶紧 哎呀 接电话啊 哎呀 救救 这宝啊怎么电话也不接啊 那现在怎么办啊 那赶紧跟我追 追上去 哦哦哦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大哥 怎么了 干嘛要拦路啊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我们村啊 最近老是丢东西 村长命令 我们在这里设一个关卡 凡是进出的车辆 都要检查一下啊 你们怎么那么乱啊 哪个村 现在哪个地方都有可能乱的 有坏人也有好人是吧 哎呀 现在大白天了 哪里有那么多坏人啊 是不是啊 你怎么从我们村这里出来啊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医生来的啊 你们村有个病人病倒了 现在人民关天了 现在急着送来去医院了 病人 是啊 那你医生怎么开个 私家车还是外地的车牌啊 哦 我是外地人啊 都要来你们这里 工作的啊 那医院的车也不开啊 医院的车 我太忙了 全部都出去了 对啊 是啊 哪个医院呢 有没有证件啊 那个病安医院啊 那个证件呢 哦 那个证件我刚刚 接到电话 说人民关天我 我急了就没有 忘记带了 什么都没有 是啊 病人 是谁啊 我认不认识 我不知道啊 大家来我看一下 那好吧 真的是 哎呦 医生都不开医院的车 开个私家车来啊 车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啊 哎呦 没有了 哎 这不是我们村的阿兰啊 哦 是你们村的啊 是啊 生什么病啊 那个脑出水啊 多别严重啊 脑出水这么严重啊 是啊 阿兰 哎呀 阿兰 叫他醒了 就不用我们医生了 是不是 那他家里面医院 他怎么没有家人陪伴啊 家人 刚刚已经通过电话了 他现在 在外面 已经赶到医院那边去了 这样啊 是啊 阿兰 哎呀 不要叫了 再叫了 等一下他那个出水 都更加厉害了 那你先送去医院吧 赶紧的 人民关天啊 嗯嗯嗯嗯 那我给你帮忙 你好厚的 突然生病了 哎呀 做过病情啊 说来就来说 找找就找的 那你赶紧先救人要紧啊 好那你赶紧啊 好行行行 你看完 平时中了更多牛腹了 怎么不然间生病了 还脑出血 这么严重呢 真的是 哎 生命成可贵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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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怎么在这里 刚刚里面跟着我老婆 走去了 是啊 你老婆啊 生病了 脑出血啊 那个医生送她去医院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 不是说你来去医院了吗 哎呀 什么脑出血 我刚刚才跟我老婆通关 不到五分钟 怎么可能脑出血啊 哎呀 我看 哪个医生啊 哎呀 那个光头医生啊 那个个子小小的 说是什么安康医院 安康医院 我们这里哪里有安康医院啊 就是那个人啊 是啊 没有安康医院 你放出去了 出去啊 真的是 打你电话怎么不接啊 你要把他怎么当呢 打我电话 昨天晚上玩游戏手机没电了 哎呀 玩游戏没电了 真的是 是 你有没有简单 有没有问清楚啊 那个人真的是 有没有工作账什么之类的 他开一个私家车 还是个外地的 没有工作账 哎呀 你还放出去 他说 人命关天啊 我就想着先放出去先吧 你老婆都已经昏迷不醒了 见不醒 我跟你说啊 我老婆肯定就遇到危险了 哎呀 肯定一被那个人犯死啊 蒙面过关了 全那个医生 现在也私家车 哎呀 医院的车也没有 真的是你这个保安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警 对线报警 哎呀 不是吧 喂 110吗 情况就这样子了 我现在严重怀疑啊 我老婆被那个人犯死拐走了 是啊 我刚刚 我们从那个遇到的时候 我们 他说是医生 从那个医生服 他说去安康医院了 哎 我们这里哪里有安康医院了 还是外地抽白 什么症也没有 是啊 你现在开着白色小车 抽白到什么 忘记了16吧 哎呀 他忘记了 是啊 你现在马上白人帮我 调查那个 那个球 是啊 我现在马上赶到那个白色手 跟你们汇报情况啊 是啊 我们做个保安也就大意了 哎呀 什么没有的也放脚了 哎呀 好了 我现在马上过去哈 好 真的是无法我老婆 有什么善将来准 我找你睡话 你做个保安 真的是什么东西也不 不安静酒就放出去了 我家村长更得值 人家的保卫衣服 一方平安 你做个不这样值啊 赶紧先出去找一下 快了快了 难道真的遇到人贩子了 哎呀 如果是遇到人贩子的话 那我的麻烦可是大了 可能说大了要撤职了 哎呀 我一个月2000块工资不是没有了 这点监控 先拿手机回去充电 把监控调出来吧